缺氯植物小径 缺氯植物小径处于本源上山区 只在保育原生缺氯植物以及教育公众 小径鄰近河间 两旁大树遮阴 为缺氯植物提供适合的生长环境 缺氯早于4亿年前出现 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全球约有12000种缺氯 香港约有其中240种 在这条小径里面 你可以找到70种以上原生缺氯 你可以在泥土里面、石头上、树上和水中找到缺氯 为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 它们的形态也各有差异 但大部分缺氯的共同特征是幼叶情卷旋葬 巢缺是一种于本源常见的缺氯植物 它的缺氯由径步散开 叶长可达1米 整棵植物可横跨2米闊 巢缺的中央位置经常堆满枯叶 外形有原料巢 它向外生长的叶有座收集落叶、尘土等 经过分解后成为养分 而它海绵状的根部也能吸收大量雨水 巢缺智力根深的特性 令它甚至能够为其他附身植物 以及小动物提供棲息环境 仔细看 巢缺某些叶的背面有一行行中啡色的条纹 这些就是包子囊群 缺氯植物不会开花结果 也没有种子 靠非常微细的包子繁殖 包子通常藏于叶底的包子囊里面 透过风力传播 不同的蕨、包子囊群的形状和颜色都有差异 下次见到蕨类植物的时候 不妨留意一下 人类经常采集蕨类植物作药材、食物和原藝之用 事实上 在香港的林区 采集或破坏任何植物 即属犯罪 巢缺和其他五种原生缺氯 包括金毛狗、福建年座缺 和所有树缺品种 特别受法律保护 以管制它们的采集、管有和交易 另外 环境变迁和破坏都是蕨类植物所面对的重大威胁 要保护蕨类 我们要爱惜自然环境 不要购买或采集任何野生蕨类 确保它们留在自然环境生长 除了蕨类植物小径 本源上山区的兰花谷 以及下山区的广场 都是欣赏巢缺的好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巢